朝靖珊瑚保总中心正式落成 结合珊瑚富裕及科技自动化专长 为珊瑚量身打造适合生长且节能的温室 珊瑚保总中心开幕启用 这座珊瑚保总中心营运的电力100% 是绿能再生电 是亚洲第一座零碳珊瑚保总中心 预计将以三年富裕万珠珊瑚为目标 这个朝靖公园前面就是一个1.1公里的保护区 在一个保护区下面去试验 这样的一个不同种类的珊瑚 这样的温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是什么样的种类 它可以一直持续的延续 如果有一些是生命是比较 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抗拒这种多元的环境 那我们又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让它能够继续能够延续它的生命 海客馆携手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 打造零碳珊瑚保总中心 确保基因的多样性 让台湾珊瑚在面对更加频繁的海洋热浪时 展现较佳的耐热韧性 两个机构努力地把它做好 我想我们以后会尽我们所有的力量 要把它做起来 目前海客馆内保有40种珊瑚 约1400个群体 并尝试野外移植680个珊瑚群体 未来预计将持续收集不同种类的珊瑚 进行保种与研究适合的人工养殖条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我们接下来